這個工作表 然後切過去記得有一個指令 一個方法叫做select select實際上就是怎樣 就是去移動到這個地方 那最後做完畢之後的話又要再切回去 所以最後面頭跟尾 記得切回去的話那個叫原始資料 先把它寫頭尾 OK就是切過來 切回去 然後接下來的話我們跑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的話呢就是什麼 for i 等於多少 等於那個 第二列因為我第一列是藍位名稱 到 range 自動去偵測 range A1 用A1 A2都可以 點 and 括弧 xt stump 然後點 roll 就是去 偵測說 他最後一筆在哪裡 Enter Enter兩下 nest 其實跟前面做法一樣對不對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呢 combo a add item 後面 加上什麼呢 加上我們要加的這些東西 就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在哪裡呢 在這裡 就是什麼 sales i i 然後呢 A欄 所以直接寫成什麼 sales sales i 購點 A欄 OK 應該了解意思吧 i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第2列嗎 從第2列的 第A欄 的位置 自動幫我把這個 抓過來 新增一筆 再抓過來 新增下一個 一直在推 一直到代子 新增 OK好來看一下 基本上寫好之後的話 最後再切回去 所以上面是改的 這個是活的 上面這個地方是死的 是不會自動往下跑的 那做完畢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執行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把它執行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時候 來看一下有沒有 我剛剛增加一個筆跟袋子 自動就出來 也就是如果你再增加一筆 他又會增加 不過會有個問題 玩具有 然後 比會不會有 沒有 因為他不知道比 他要跑到else 對不對 else 這個又麻煩了 變成說你else else if 你可能else裡面又要去抓了 所以變成那個 剛剛那一段程式 可能要改寫 要變成說你要去 自動 跑到這裡 然後去那個名單裡面 去抓下來 有點像 跟他VDF函數一樣 VDF函數裡面去找 這個恐怕要改寫 不過這個又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 再來看好了 所以做完畢之後 類似這樣 把重點再提示一下 可不可以看一下 所以剛剛我們改的部分 就是說 在 表單啟動的時候 這個是死的寫法 那活的寫法就是這樣子 就是先把它切到我們這個 這個工作表 然後呢 再去這工作表裡面 去偵測說他最後一筆在哪裡 然後分別用這個方式 跑回圈 反正他如果有10筆就跑10次 如果20筆就20次 那最後再記得要切回一套 原來的工作表 這樣就把資料填完畢了 OK 這裡的話我想 各位可以試試看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